主料,牛奶30克,细砂糖50克,鸡蛋2个,黄油60克,奶油奶酪250克,消化饼干100克,辅量,动物性的奶油120克,黑巧克力70克,准备时间10分钟内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准备好所有材料。 消化饼干用擀面张压碎,消化饼里加入牛奶,用手招匀,铺到烤膜底部,压平压实压紧,放入冰箱里冷冻20分钟。 隔水加热至奶油奶酪彻底软化,先用电动打蛋器打几十秒,然后加入细砂糖,用电动打蛋器把奶油奶酪和糖一起打至顺滑状。 将一个鸡蛋打入奶酪糊里,并用电动打蛋器搅打均匀,将第一个鸡蛋和奶酪糊搅拌均匀后,再加另一个,加入大奶油,混合均匀。 把奶酪糊倒入拇匀中,震几下,把气泡震降,160度,隔水烧烤,放到中层,闪下火烤一个小时。 烤好的入烙蛋糕取出以后,先不脱模,连同蛋糕模一起冷却到室温,把黑巧克力和黄油切小块,放入大碗里,倒入60克动物性蛋奶油,隔热水融化。 趁巧克力混合液温热的时候,直接倒在入烙蛋糕上静置一会儿,待巧克力混合液变得平准后,将蛋糕摸放入冰箱,愣藏4个小时以上。 终于可以品尝到像美式图片一样的浓郁芝士蛋糕了。 烹饪技巧,一做饼地的时候也可以用黄油,用牛奶来代替可以减低热量,也简易。 二脱模的时候,用小刀沿着蛋糕磨壁换一圈,就可以轻松脱模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